但忘记分析 对于时间的热点分析 那就是但忘记分析 所以我们去看看 这个销售利润率下降 它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讲这件事情之前 我干脆再讲一个自动分析 请问有看到 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销售利润率 它在逐渐下降 这是机器都看到的事情 所以这套软体 它就直接干脆告诉你 怎么样做自动分析 到底什么叫自动分析 分析什么 首先滑鼠右键点选 最后这一年 2020年 点选分析的 说明减少的情形 2019年到2020年之间 销售利润率减少了8.58% 然后其中在大洋洲 大洋洲在2019年的销售利润率 还维持不错 12%左右 可是它到了2020年跌到10%之下 变成8.68% 东南亚它从1.32%变到2.76% 它大概在中间 结果现在跑来这个地方 你看它自动就告诉你 所以而且它还排了去 最重要就是大洋洲这边的减少 这边它就只有这四个州 可是至少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吗 真的差很多 那像这个是进步 这个深蓝色 这边是进步 来跟我们超市往来的公司性质有 公司消费者 总公司消费者 这一个圈圈 本来蛮大的圈圈 然后现在变成还是很大 可是它下降了很多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公司也在下降 所以你看它这边 它就直接告诉我们说 在2019年到2020年 销售利润率的减少 这我就关掉了 刚刚那件事情 它是不是比2019年到2020年 它是减少 你可不可以比2017年到2020年的减少 你就把这两年筛卷掉 好了 那以上是自动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 我要讲的是 热点分析 这是大数据分析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2017年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下一步我就想要分析 那到底是在什么季节有下降最多 什么月有下降最多 这是很直观 我们一定会去查出来 先从时间来去解决 先发现到底是什么时候 好 那怎么做 但忘记分析 第一点选 各年销售额利润率 然后 第二常用的复制 第三贴上 其实就是在产生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统计图表 可是这张统计图表 我希望是 折线图 怎么改成折线图呢 那就是 从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变成折线图的操作方式 第一选到这一张图 第二点选视觉效果 第三请点栏位 栏位在这边 第四折线图 你就改好了 那我想知道说 销售利润率有没有季节性的问题 那就应该怎么画呢 如何画出季节性 销售利润率统计图 一个按键画完 哪一个按键 这个 请一点选这张图 二点选这个图示 不是有一个向上的方向键 第二个是向下的方向键 好 您觉得帅不帅 好那我现在就要介绍了 这张叫淡忘记 销售额利润率分析 这个季节一 这边叫第一季 季节一的11.09%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2017年第1季 加2018年第1季 加2019年第1季 加2020年第1季 再除以4年 就加总之后除以4 所得到的一个平均值是11% 可以发现第2季很高 第4季很高 所以就是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从第1季 以及第3季来去下手 我今天我要解决 销售额利润率 开始逐渐下降 我要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下手的季节是 第1季或第3季 如果你去查第2季跟第4季 根本就查不出来 我接下来要做的是 刚刚看到淡忘记 来麻烦请把这个各年 可不可以改成淡忘记 销售额利润率 所以请先点它 如何修改标题 请先点它 然后请点这个 叫做视觉化的格式 然后标题是在一般里面 第三个动作请点标题 然后这个标题的字 请把它改成 不是各年 是淡忘记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去做淡忘月 来请点它 然后复制 贴上 麻烦请把第三个 双两个往下的镜头 再点一下 这就是个月了 这就是个月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我来去看2020年 所以我就点一下2020年 我要去看一月跟二月 因为这边告诉我了 淡忘记是以第一季最低 多低呢 这边有一月跟二月 一看就看出来了 那请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很低的 它是落在八月 最后 其实我想做的是这件事情 就是把智慧描述删掉 智慧描述删掉再重做 请这张智慧描述 右上角的点点点 把它先移除 移除之后 麻烦请 我们如何重做智慧描述 就是插入智慧描述 它就自动再重算 我又增加了两张图 看看说它又会跑出什么 好所以放大给各位看 这就是你画越多图 它会给你越多的智慧描述 所以这些都是机器都可以做 接下来你一定要赶快花时间 去理解这个 好了 那我们最后做一件事情 就是存档 这个档案请点档案 另存新档 请你 像我的习惯是加入日期 2022-0520的 Power BI 数据分析 存档 数据分析 都是 问题 你 有 我 有 如果